-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,我是尼亞斯,今天玩玩的是團隊死鬥的野配,差點收成團隊圖,然後這一場沒有散彈槍,我有點難過,N1014跟N1887都沒有,只有UMP、VSS - 好像有Envoy1之類的吧,都不是我三場用的槍,沒有Sky,好吧,這場隊友跟我私底下打的上一場隊友是一樣的,可是上一場好像輸了,而且內容沒有很有趣,所以應該是不會解決的,欸又是他,又是我,哈囉哈囉,這一場要好好打,加油,加油,真的要好好打,真的要好好打,因為我們上一場,我記得是輸啊, - 對,而且,就比較沒有很有趣,然後我覺得就想說好吧,那這一場就再錄一下,然後剛好又遇到他們,真的蠻巧的,而且真的是上一場打完之後,下一場又剛好遇到他們,然後我通常就是,有些,欸有敵人,可以嗎? - 欸1887,欸1873,傷害不夠BS,喔,這有貓補掉了,OKOK - OK,因為其實是,呃,我私底下在錄影拍片的時候,其實我通常是這樣,就是打完一場團隊突擊或團隊死鬥,我會把那個,就是結算畫面不是嗎? - 結算畫面畫會有一定的秒數會跳掉吧? - 我會等那個秒數完全結束,才跳掉,我不會自己手動按跳掉,我會等他自動跳掉,我才進行下一場,然後之前會遇到很多觀眾會跟我說,欸,雅士尼可不可以趕快,結束,然後趕快再配下一場,比較難啦,因為,我是希望,就是,留一點那個,結算的時間讓我講片尾,就是說,大家可以訂閱我,我怎麼死掉? - 大家可以訂閱我啊,或者是,呃,按喜歡之類的,就是我習慣留個片尾的時間啊 - 所以,如果,你剛好團隊突擊或團隊死鬥配到我的話,你想要下一場還有機會配到我的話,你也可以就是像我一樣,就是等那個結算畫面自動跳出來,然後再開始匹配,這樣子的話,應該就比較容易遇到我啊,對,因為我必須拍片需求啊,我必須, - 這個頭,這個頭,來來來,露一下頭,露一下頭,來來,再露一下,再露一下,這個頭不是很乖啊,哈哈哈,爆不到他的頭,不過這場隊友,還蠻照的喔,現在10比2欸,五倍的那個差距,哇哇哇,前後都有人啊,那個貨車那邊有人,哇! - 啊! My ass,我的屁屁,呵呵 - 對,所以,呃,剛剛講到一把,哇,一人 - 欸唷,我想幹嘛,欸,不要! - 欸,可以嗎? - 啊! - 啊! - 呵呵呵 - 啊! 因為動作需要做,大概一兩秒他才可以看得出來你在做動作嗎? - 喔有有有,爆到頭爆到頭,OK - 然後我這場UMP拿的塗裝是那個,骷髏系列,就是骷髏雷光閃彈槍的那個系列 - 然後他的加成是加一格的射速,然後沒有扣其他的東西,對 - 然後蹲下的傷害會比較高這樣子,大概就這樣 - 總之是,一把,嗚,沒有缺點,就是他的加成沒有缺點的塗裝啦齁 - 但是也沒有說特別突出,因為我記得還有另外一把UMP好像是,也是紫色的 - 更紫吧,更紫的一把,我忘記叫什麼名稱了 - 那把的UMP好像是加兩個射速,感覺來講,嗚! - 啊! - 唱片拼槍拼出人家 - 越來看出來我UMP真的是,唉,沒有那麼擅長 - 呵呵,真的是沒有散彈槍尼亞斯就不能活了 - 哈哈,如果,如果prefile沒有散彈槍尼亞斯就不用玩了 - 呵呵,真的是還是玩得比較習慣散彈槍啊 - 阿! - 你看我UMP要殺死的好像剛好都是 是對我把敵人殺到殘血我剛好打掉的 真的是 唉 UMP 因為UMP我不太習慣 以前是還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現在我太習慣是因為我覺得 他要 還不死啊 他的牌匠有點困難喔 喔唷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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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唷 因為UMP要抬槍有點困難是因為他子彈比較飄 所以你不用特別抬槍他就有機率暴走 可是對於我來講我拿衝鋒槍我就一直想要抬槍 像我現在又是抬槍結果都打不中頭 因為他子彈會飄啊 所以就 抬槍的用途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大吧 除非你大概前三發以內抬到槍 可是我抬槍沒有到那麼熟練 我大概 平均大概五六發六七發左右才有機會抬起來吧 所以說 我如果要 要玩UMP的話我覺得可能要 稍微把之前抬槍的習慣稍微的再改一點點 看是要怎麼抬 會比較符合UMP 或是要更熟練一點 哇 啊 欸欸欸怎麼倒是人 打了打了打了 左邊有人 哇哇哇隊友都幫我收掉了 這邊有一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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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幫你報仇 這邊有一隻 這邊有一隻 欸 贏了 好快喔 六分鐘欸 喔 欸四十比十六欸 這場的隊友也太照了吧 然後 敵人 欸敵人也在跟我蹲欸 敵人也是我的觀眾 全 全團隊 團隊死都好像還蠻容易遇到 觀眾 我看一下欸 而且敵隊也沒有跳game欸 我覺得敵隊可以誇獎一下 因為敵隊真的是蠻有運動家精神 打到完 真的還不錯 欸雖然說你們輸了 但我覺得你們精神是很棒的 各位觀眾也記得學習他們喔 就是就算輸了或輸再慘 你也是要把一場遊戲打完啦 除非你剛好有事沒辦法那就算了 但是沒有事都還是盡量打完 不要說打輸了就直接跳game啦 這樣不好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喜歡小鈴鐺開啟通知喔 然後每天晚上平日晚上六點一定會發片 假日早上九點一定會發片 掰掰 然後再往下一次 再兩次到那裡 其實很為止